現在回答另一個問題 當我們幫助一些憂鬱、低沉、想死、負能量的人 我們受影響 這個情況不單是我們需要處理 所有幫助煩惱的人都要處理 做醫生、護士、牙醫、任何心理學的人 因為人的負能量我們擔心 其實人擔心任何人都不擔心 我自己從我的經驗發現一樣 我擔心某一個人、我擔心事奉、擔心果效 我心裏面就有壓力 這樣我就會得不到氣 在我經歷聖靈的初期 我打電話跟一個人說關於我的經歷 我覺得很好 但那個人是很負面 他就覺得他不相信 並且他發生氣 就這樣修仙 當我修仙之後 我祈禱就發覺不通 那時候我祈禱也有喜樂 就發覺得不到喜樂 聖靈提醒我立即要處理 但我不是錯的 我能夠做的就是 對不起 我令到你很開心 但他也不接受 一樣不斷打電話就不接受 但我就會這樣回應 如果我都處理了 我自己嘗試做了我的 應該做的 我都做了 他不肯改是他的問題 那時候我就放手了 即是說 我想祝福他 我以後都會找機會 但我不需要給那些人膽純 事實上 我遇見很多媽媽 她說 我兒子又不讀書 又不上學 日夜到轉 經常打手機 經常打遊戲 我都不知怎樣搞 我一定會幫他們找方法 但有些兒子甚至不肯見我 都沒得幫 第一 可以處理的就是 他的態度 有時有些媽媽 她打電話 約兒子想叫我 但她是很懶惰的 哎呀牧師來見你 你都不見他 我就會問他 你這樣說話 你覺得你兒子會怎樣反應 他又會說 那他會不開心 那他不開心 他會不會來 即是他明白 他的部分 他可以做得什麼 他可以怎樣慢慢影響他 但另外同時一件事 就是說 他的兒子容易改 一年會不會改 兩年會不會改 未必容易改 他除非他兒子肯被人改變 如果不容易改 那他每天都這樣擔住 那你就很辛苦 那我就會引導他 讓他知道 我永遠都是盡量 用人道的方法 除非有些人 好像你們那樣 求助 說明 我想四年聰會 我想什麼什麼 那我就回答他 但如果他有他的苦路 我先回應他的需要 他的感覺 然後我就會跟他說 你這樣不開心 你覺得怎樣影響你 他又會說 很煩 很猛 睡不到 我會說 你有沒有力量幫他 盡量用問題來問 他沒有力量 有沒有聖靈的喜愛 你可以做什麼 希望他想到 他想不到 我們也可以說 你覺得是否需要某程度的放手 這一方面幫他 但另一方面某程度需要放手 同樣這個人 你幫他 他真的挺難改變 如果你背著 就不可以 所以 如果你覺得有父娘娘 你就怎樣 在幫他的過程 一路 一路跟耶穌說 主耶穌 這是你的工作 我只是你的器皿 神來你做工 我放手 那就是耶穌 耶穌幫我的 耶穌負責 耶穌在他身上有奇妙計劃 我放手 在他心中宣告 一出門口 那就是耶穌 哈哈哈哈 其中笑是一個好的方法 或者動一下 為什麼呢 我們有時候有些 或者 跑一下 有時候有些 不開心 跑一下 動一下 打一下 那些事情 會把那些 父娘娘說出來 或者笑一下 那就是耶穌 哈哈哈哈 大聲叫 這些是神給我們的 笑是一個禮物 他說 神啊 我繼續幫助他 但是 其實我最初第一個侍奉 神學院畢業 有一個童工 很多時候會背後說 批評的說話 那時候也很大壓力 其實那時候也是一種很低沉的狀況 我那時候就不斷 我那時候不斷 不斷呼求 主耶穌 你幫助我 耶穌幫助我 經常都這樣呼求 那 在這個過程的時候 我後來幾件事突破的 其中一件突破 《光臨多前書》四章二節 所求於管家的 是要他有忠心 我看了這個經文 其實我是忠心的 我做得補效還未夠好 但是我真的努力做 那我就說 神都喜歡 那時候我看過一個 土神喜悅 比土人喜悅 因為人會說 你還有一些未做得好 但是神說 終於你是忠心 和一杯糧水 神都會上前 這句說話 其實給我很大的釋放 因為很多時候 人們說 你要帶到人上耶穌 你要帶到他復興 你要帶到他團契 帶到他... 哇 幾難 這樣時候我們很大責任 你帶到他上耶穌 哇 鬆了很辛苦 但是我所求於管家 要忠心 而且我都給了一杯糧水 不單止一杯糧水 我都幫他很多 但是呢 神都會想像我 所以就一直宣告 神想像我的 神喜歡我的 我做了 神很歡喜你 天上都為我歡喜的 所以我可以放手 我可以輕輕鬆鬆 但是你做不到輕鬆 你的心想輕鬆 就是說我可以放手 這是另一回事 一個是思想的放鬆 一個是情緒的放鬆 我們要分辨 也要解釋給別人 思想的放鬆 我不需要擔心他擔心 神起願我做的 神會想像我的一身 祝福我的 這就是思想上的 但你思想上 講完 你早睡覺 可能半天醒 哎呀 辛苦 我也試過 就是因為情緒 其實他某程度 入了潛意識 你的思想 但潛意識未處理 那潛意識如何呢 就是宣告 神喜悅我的 又讚美神 一起來 一起來 最清新的 那時候淡是最少的 哈哈 那是耶穌 還有人都需要有些 physical的運動 做些運動 笑一下 做些開心的事 不是不好的開心 是一些健康的開心的事 就容易將這些 父能量拿走 每天愛慕神 讚美神 因為歡喜 互相讚賞 一起開心心跳舞 在一邊 欣賞對方 一起讚美神 那時候 那些父能量就會清理 例如做任何事工 你做少做 哎呀 今天少了人 今天沒有回來 又會有負能量 又會壓住 但是說 不要緊的 我做的神喜悅 服侍 就算一個人也不要緊 他改變已經好了 就是我的心 總之 用各樣的智慧 無論是甚麼壓力 我們都放心 在這個過程 我又發覺 心急也是一樣 就是我洗碗 我對於洗碗做家務 沒甚麼興趣 洗碗 我就想著 一會兒快點寫 原來我一想 一會兒要寫 寫 我的心就會 忍著 其實人很多時候 就會不是活在現在 而是活在過去 做錯的事 我在將來要做甚麼 那時候 做著一件事的時候 就在想著下一個 就是有壓力的 我發覺這個壓力都頂不住 但是很多人說 我經常要做工 我經常要照顧子女 哇 子女很吵 這件事有很多煩惱 但是我們越背著 就越幫不到子女 不如說 小孩子就是這樣 不要緊 我小時候也是這樣 跟他一起笑 可能他會輕鬆些 可能會聽話些 如果經常都說 你要乖 你要乖 坐定坐定 你不要動 小孩子是做不到這件事 我們越輕鬆處理 就跟子女關係 跟其他關係更加好 他人就鬆了 這也是一種 可以說一種藝術 無論甚麼方法 你發現到方法 就做一件事 但是我們明白一件事 我幫一個人 我不能夠背著 但是我掛念他 但是我掛念他 不是我背負他 我掛念他 我記掛他 我為他祈禱 但是我不能掛念他 甚至去到最近身 夫妻 有些夫妻已經幾十年不好 他找他來 我們盡量輔導 如果兩個一齊來 最好 兩個一齊就比較容易 如果一個來 你盡量去 你自己的拍子 可以做得好的事 做 又不容易 溫無 又不給他影響 他都幾十年是這樣 你覺得他會不會很快改 不會 如果他不快改 你給他影響 以後會怎樣 不要太辛苦 那你想不開心一點做人 有可能他一輩子都不改 那你如何開心做人 在那種程度需要放手 但很多人很難放手 這需要怎樣 就算我侍復 我都要這樣跟自己說 侍復是神的 不是我的 我只是管家 神現在交給我 我管你 是神的工作 神會負責 神會做的 於是我就輕鬆鬆 不要緊 今天小人都不要緊 不用介意 這種心 無論什麼事做什麼事 打爛事 不要緊 不死得的 抹去 什麼都不要緊 總可以補償 這個心態就會送你 好